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了加接棒 而栗泽中学则是第三个才完成了加接棒 只见栗泽中学第二半选手也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很快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在缩小他们的差距 不过栗泽中学第二半选手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也跑得非常快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栗泽中学是第二个完成了加接棒 而栗泽中学则掉到了第四个才完成了加接棒 这个时候只见栗泽中学第三半选手在加紧步伐 在凤利聚赶前面的选手 而其他选手各个都是升级百战也跑得非常快 当最后一半交接的时候栗泽中学险些出现失误 第三半选手差点就摔倒 是第三个完成了加接棒 栗泽中学则掉到了第四个才完成了加接棒 这个时候只见栗泽中学最后一半选手 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在锋利聚赶前面的选手 栗泽中学最后一半选手也在锋利直追 只见栗泽中学最后一半选手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最终栗泽中学以44秒37的成绩逆转夺贯 栗泽中学后程也冲了上来 以44秒66的成绩获得亚军 栗泽中学也打破了该项目的晒毁击落 从前三半只处在第三的位置 并险些摔倒出现失误 再到最后一半的凤林逆转夺冠并破击落 先撇开国籍之风 只能说栗泽中学这最后一半选手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强了